极舒棉Plus使用步骤 第一步,把极舒棉Plus放在弹簧床垫上 第二步,将棉被完整覆盖在极舒棉Plus上 第三步,温度设定为最高温,定时4小时即可杀菌除满 极舒棉Plus杀菌除满,让您安心好眠 加入QR Code,了解详情 大家好,童文城突破童文城,我是童文勋 我是杨仁仙宏 我在1984年,其实就是蔡英文这个博士论文到底有没有是真的假的这个问题的 那一年呢,我进了台大法律系 那么年轻 所以我才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那一年夏天毕业嘛,是这么来的 那时候我们进大学的时候,大义啊,出生之赌不畏虎啊 那时候还没有解研 解研是两年后的事 还没有解研,然后我就要编班刊 我们就定了几个题目 法律系啊,我们要编班刊嘛 因为我们不同的系啊 那我们要编戏刊这样子 那我就主导这件事情 我是主编 那我们就,大家要怎么去 臭这个钱呢,印刷的钱呢 我们就去揽了一些生意,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 印刷的东西,所以就是 有一种生意是这样子,就是 你帮人家去抄那个信封 还有派一些传单嘛 所以是从那个 电话部的那种黄皮书里面 去抄信封 就可以赚到一些钱这样子 那大家分配,比如说 你抄一百份,你抄一百份 那就筹一些可以印刷的钱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想说去邀稿啊 所以我们就去跟 柏阳、柏老邀稿 然后我们还跟 远渡重阳去跟金庸邀稿 然后我们的主题要讲什么呢 解研 1984啊 1984 超敏感话题 好了,然后呢 我就跟那个 柏老就有这个 去找他 然后跟他讨论我们要怎么做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是去那个 那个 花林星辰吗 对对对 去他家,然后他开的车 他开的台Volvo 然后载我们下来 然后去那个 吃火锅 然后这个老先生呢 付钱的时候呢 我就看他从口袋里面掏出来的每一张钱 一百块一百块 每一张都是一坨 一坨 他在把它摊开这样子 他从口袋里面掏出来 每一张钞票都一坨一坨的 他那时候正在写知识通见 白话知识通见 我们去看他的书房 跟他讨论一些事情这样子 那他有一句话就是 您为苍生说人话 不为君王唱展歌 这句话其实非常 触动人心 那后来我们那个 班刊没有什么好下场 没出 没出 解言 还不能解言 所以东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结果呢 是学长姐来施压 拜托我们不要出 他说这样会 连他们都会被搏击 教官约谈 反正搞到最后 这个大概没有 没有这个 因为这不是个人的事情 个人的话你就可以突破 我的那个人鹅资料 可能是这样来的 好 所以不管 就是这件事情 那我跟他有过接触 那其实 我们看当时 就是真的是白色恐怖的年代 他都有这样的志气 跟这种 他是啊 对 那现在谁呢 这个 还有彭明敏 李彦哲我想也是 都还敢跟总统说 你不要选 这个不错 我们还有 高俊敏过世了嘛 阿乌立培 所以那个四大佬 在今年年初被这样作践 我们就知道 紫牌屋的那个 旁边的这些虾兵蟹 这样 其实是非常凶狠的 很凶狠 那这个问题来了 就是说 我觉得 因粉丝还蛮可怜的 就除了 迷朗的国民党话之外 大家不分是非 一直跟着他 可是 他们就是寄望 有一天他们也可以收割 不是吗 你说跟着他的人吗 是啊 紫牌屋里头就是这个现象 非常多人 就是到最后还是赌他 的原因是说 我应该可以混到一杯羹吧 那是有声量的人 真的是在他圈子里面 是阴系的人 才有这个机会啊 是啊 可是其他人不是啊 但是 来 蔡英文当时 我们有说过 有一些资金 从哪里来的吗 那个三只小猪啊 总共募得 十四点三万只 这个三只小猪要跟他要回来 十四点三万只 总共有两亿 这个 我们可不可以 调查一下 我们的 这些 朋友们 我们的 这些 观众 你们有多少人曾经 捐过三只小猪 现在我们可不可以 集体跟他要 这雨啊 人家已经花掉了 来不及要回来 来不及要回来 从民法上是这样子 太冤枉了 不然的话 花个声音可以吗 说我们要跟你 三只小猪要回来 所以民营党 到底是谁救回来的 是民众的意志救回来的 民众 而且是因为 国民党做真烂 国民党太烂啊 对 对不对 就是因为国民党很烂 是 马英九很烂 讲白一点 就是马英九太烂了 大家已经非常厌恶了 当时候讨厌国民党 可以说是 声势非常高涨 2016年的选举嘛 你讲的是嘛 对不对 所以那里头老实说 不是因为小英很好 是因为马英九 真的是太烂了 然后朱立伦又非常没出息 所以当时候就演成这样的局面 那当然加上当时候还插枪走火 搞了一个换柱 把洪秀柱换掉 当然啦 换洪秀柱是国民党是对的啦 洪秀柱是无论如何 等于是这个 当时蔡英文的拉拉队啦 是没有用的啦 洪秀柱我想 后来他自己也都很清楚 自己其实 怎么可能变成总统候选人呢 怎么会这样子忽然 这样子莫名其妙 变成这样 所以换成朱立伦 可是这就是国民党 这个党没出息的地方嘛 大家好啊 白都打得不好 不过这个问题啊 就是还是那个赵紫阳那一 子女的那一段话 讲穿了 没有思想 没有leadership 什么都没有 空的 思想困顿 思想困局 精神困局 你们的精神困局 底下一直到今天为止 国民党没有办法翻身的原因在这里 所以才会产生韩国瑜嘛 韩国瑜是你们的病症嘛 不是别的嘛 是 这是你的镜头嘛 蔡英文呢 蔡英文以彭白显的说法是说 他把整个民营党国民党化 我想这个没有人会反对吧 以他旁边的几个小碍人 他就是去占国民党的路 让国民党没路可走 然后民营党变成走国民党的路嘛 就是国民党 民政党去了 然后他算好 他算好 这些绿营的选民 一定是含泪投票 吐血投票 一定是嘛 他就是 刺定你嘛 所以才会变成说 今天会有异军突起 会有喜乐岛这样子的势力出现的时候 其实这是民进党最恐惧的 可是 可是我们来看一件事情 就是说 蔡英文 把民党变成国民党化之后 他到底是走左的路线 还是右的路线 他都是打右灯向左转 刚好相反 对 他打右灯向左转 我最近以来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看全世界的领袖 国家元首的穿着打扮 你越看蔡英文这几年来的穿着打扮 你越不知道他是谁 他左 左倾幼稚病 资产阶下青年 有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 知识决定是谁 当然他原文是英文 这个演说是在TED的演说 是全球点击去第二名 他比那个脆弱的力量 Vulnerable的那个演说还要更多 他点击率还要更多 然后其实他在演讲的时候 他是非常紧张的 他声音是完全掐住在他喉咙的 那他怎么克服他的焦虑跟紧张 他说知识决定你是谁 这本书其实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不是非常推荐 因为我不认为光是去改变知识 就可以改变你的性格 改变你的未来人生一切 这会有一点误解 其实你注意哦 紫牌屋里头知识很重要 是 对不对 你看那个Underwood的每一个手势 跟那个他的太太Clara的那个手势 然后你看他们明明是一件不对的事情 还可以写成文情并茂的文 然后去所谓的感动美国的人民 所以我虽然不推荐这本书 可是这本书是显学 显学啦 对不对 可以从这里头踏山之石 可以看到 紫牌屋里头的人怎么用知识来骗你 那我们的 蔡英文女士是不是学会了这个 她有一定的知识 是不是 其实她是一个喜欢展示她有左派思想的非常右派的人 她是要左右通刺 享受右派的奢侈奢华 但是呢有左派的光芒 这几下 这个叫做 你说的左派幼稚病 对 就是左派幼稚病资产阶级女青年 是吧 对于中国的外交官的新的规定 就她只要出门 见了谁 看了谁 约了谁 通通都要报告 再讲一遍喔 是美国 对于中国的外交官的要求 人家说你不是民主国家吗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她说因为我的外交官在中国 你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啊 我们是屡劝不听啊 那我们就以子之矛公子之盾 你怎么可以欺负我是民主国家 就是滥用民主呢 所以你怎么样对我 就怎么样对你 其实在外交礼仪上这是OK的 是 对不对 你抓好一个箭 我抓你一个 那最近呢有一个台湾青年 在南京 就亮了这个中华民国国旗 就马上被逮 然后她现在还没有回到 她回到台湾了 你就去看她 她就 因为她在中国的时候 连她 偷脸书什么的 都会被公安要求说要删掉 所以整个流程 必须要等到她回到台湾才有办法 然后 其实现在大家知道就是说 她其实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她说她只是亮出国旗 自拍了一张照片 就被抓起来了 那请问台湾要怎么处理 我跟你讲 这个 这个麻烦 这个对 蔡英文来说真是一个难题 抓不抓 她不知道怎么办 抓不抓 人家美国都比照办理 你屡眩不低嘛 你乱抓人嘛 那我们就抓了 我们就抓了 我们就抓人 我们就禁嘛 对 对 就是这个是reciprocal 叫互相互相 你知道吗 我讲一段 过去大家所不知道 连战不是去跟胡锦涛在一起吗 连胡会啊 连爷爷 连爷爷回来了 连爷爷回来了 那时候也有一群人 也想去欢迎连战 叫做中国焕南联盟 你知道有焕南联盟 中国也有 有焕南联盟 然后这些中国人 你们拿什么去 要欢迎连战你知道吗 中华民国国旗 马上抓起来 被抓到公安去 二打一顿 我有把这些消息 发给国民党 国民党理都不理 你就知道这个 有多不堪 有多不堪 那现在已经 国民党化的民营党 显然也是不敢碰 也不敢碰 其实蛮荒谬的 那个民营党呢 在海外的 对 民营党现在在海外的那种 造势大会 选举的造势大会 全部举国旗 也蛮国民党 真是精细是何系 他其实就是你讲那句话 他现在这一次 这个选举的策略 就是去占国民党的路 让国民党没路可走 走别人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 对不对 然后他原来设计是说 整个绿营里头 已经除了他以外 没有别人 结果现在冒出一个喜乐岛 真正的绿 所以他说 先不要骂他 我只能这样说 先不要骂他 戏还没结束 我同意我鼓励大家 把你们的心声讲出来 要让他听到 要让耐清德知道大家的愤怒 对 可是 耐清德 并没有像他们所讲的说 妥协了 我只能讲到这里 耐清德没有妥协 耐清德有耐清德自己对 这个局面 他的处理的方针 我只能这样说 他有他的打算 我们等他回来面对全国 他一定要面对 是啊 那时候我们再来看 今天他出去海外 海外里头都是被埋藏了 那么多的 蔡英文的 紫牌物的牌 的时候 他如何全身而退 我觉得这是他正在铺展 另外一套 耐清德 驚奇吧 应该是这样说 所谓的耐清德 Williams Surprise Williams Surprise 只能讲到这里 他不会成为 紫牌物的一员 不会 既然这个 我们都已经很清楚了 整个从论文之道 就是说 这是一个无所不用其极 会去说谎 会去包庇 会去弥补 会去掩盖的一个 Manipulation Deception Corruption 他不是一个个人 小英这个名词 它是一个产业 这个产业 既然一大堆的造假的东西 他怎么样去欺凌霸凌 这个赖医师 我想也是可以想象的吧 所以大家稍安无照 还是要等到他本人 我觉得现在大家放力气 不要放在这里 要放在喜乐岛 要让彭白贤这样的人 可以有 声音能够出来 他的声音出来 要让李秀莲彭白贤 这个Ticket 能够有在11月以后 有一个大山大水的机会 我觉得那是重点 是 台湾的未来 掌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里 你联署了吗 赶快去联署 是否我们有精力的信念 想要共同实现这些目标的 我们共同的支持者 一起我们来打造这个T-Coin 美元要做成这个 台湾的法定货币 法定货币之一 成立于美国建交宣打团 在环保部分 应该我们要建立一个team 去做维护基正 台湾变成一个独立国家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现在就开始做 那你在73个原因要干嘛 办73份报纸 全球大概是有上百个城市吧 都有台湾 在的地方 让他们能够 详细接收到正确的信息 然后提供意见进来 我们帮忙来做 唯物基正的调查 也一样 司法改革 这些律师 这些虚拟货币 来给付他 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 永续发展的 建立台湾主权的道路 解决所有台湾现存的 这么多人来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就从team的认谈帽开始